《高尚情操》 跟大家讲一下高尚情操的操字 有些人读过操,叫做情操 这个字是这样写的 读操还是操呢 普通话是没有分的,普通话只有一个音 这个字操就是第一词 好像月音那样有两个读法 但月音那两个读法真的有分别 如果读第一声读操,通常是用来动词 操是什么呢? 控制,例如操控 操控是用操字 又可以解释做事的意思 例如操作,操劳 或者说一个人操之过急 就是做得太过心急 操之过急,操练 也可以指体力上的操练 所以就有这个,例如说体操,操场 做操练的地方,操场 如果把这个字作为名词 解作得行的意思 就应该读操字 所以所谓操守,例如道德操守 专专业操守 就是读操字 情操也是读操字 应该读操字 所以有些人说 那三国的人物 我们很多时候读它的名字 读操操 有些人说不应该读操操 应该读操操 为什麽呢? 因为它的字 它的别字叫做 孟德 什麽德 和操呢? 是同一样东西 所以既然它的字叫做 孟德 它的名字也应读操 就是操操 就是操操 无论如何 我们在阅音里面 应该有个分别 正常 用得比较多的动词 就是操练 如果子德行 就应该读操字 那这个字怎么来的呢? 它做字 在手指边 这个就说明 它都是和手的动作有关 这边 就是表示声音 这个是操字 这个字是很清楚的 会议字 这个木就是一棵树 上面三个口 有很多小鸟 为什么 现在只说口 就是说它的声音 树上有很多小鸟 是不是很吵? 所以 操音就是这个操字 蜆操之头 就是这个操字 就是很响的声音 很嘈杂的声音 后来 你可以说是滑蛇添足 再加一个口 在旁边 一个字 四个口 就表示这个声音 所以现在操音 用了这个字 这个一个口 那边三个口 其实 只在这边 已经足够 表示了操音的操 那边三个口 这个就是用了这个醋 来做它的边旁 所以 譬如这个干醋的醋 步醋的醋 都是用这个醋 来做边旁 这个呢 是 醋 或者醋 也是这样的写法